打开之后 家里在三年之内 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巴逊老人刚刚下葬 不料儿子此后天天被母亲托梦 为一探究竟 儿子只能打开坟墓 可里面的景象却让所有人吓得攀倒在地 棺材里究竟出现了什么 老人给儿子托梦又是有何缘由呢 唐大哥这两天非常疲惫 因为母亲刚刚过世 他前后操劳 才安顿好亲戚朋友 将母亲的丧事打点好 于是这天晚上就早早地睡下了 可就在半夜 唐大哥却做起了噩梦 在梦中 自己的老母亲来到了床前 不停地叫着唐大哥的名字 就在唐大哥想要抓住母亲的手时 一到黑影 却直接将母亲掳走了 唐大哥瞬间就惊醒过来 不停地喘着粗气 醒来后的唐大哥并没有在意 因为俗话说得好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这很有可能是自己太过思念亡母导致的 但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 唐大哥却天天被这个梦袭扰 每次梦中的场景都一模一样 母亲在梦中不停地呼喊儿子的名字 但最后就被一道神秘的黑影带走了 天天晚上的梦 让唐大哥的精神越发违靡 但马上就到了母亲坟墓填土的日子 这段时间可不能出了岔子 但就在填土的当天 一位村民却在坟墓附近 剪了一顶帽子 本以为是谁不要了 但唐大哥看到帽子的瞬间 就察觉了不对劲 这不是母亲下葬时 自己亲手给戴上的帽子吗 怎么会出现在棺材外面呢 越想越不对劲的唐大哥火速来到了棺材旁边 不顾亲戚朋友的反对 执意要开棺检查 就在把浮土去掉以后 棺材的位置却让唐大哥焦急万分 因为在下葬前 棺果都是密封的 棺材也被钉子钉上了 但现在很明显就能看出棺材被移动过 来不及解释的唐大哥当场就推开了棺材 但现场的一幕却吓坏了所有人 棺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母亲下葬后连续七天托梦给儿子 儿子感觉不妙 当场开棺 没想到棺果中发生的一幕 直接吓坏了所有人 人们在棺果中看到了什么 老人的帽子为何会离奇出现在坟墓外围呢 看着从外面捡回来的帽子 唐大哥当场决定打开母亲的棺材 可就在打开棺材后 棺材里除了包裹尸体的被子以外 根本在别无他物 这种情况将周围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难不成这老太太根本没死 而是诈尸从棺材里跑出来了吗 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 又是怎么从里面把封死的棺材打开的呢 而随着大家都在寻找线索 唐大哥瞬间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报复导致的 因为早在去年 自己的亲戚一家就被人报复了 对方往亲戚一家的祖坟里泼了很多粪便 如果不是有深仇大恨 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但唐大哥平时很本分 在村子里不说乐善好事 但也是一个平易近人好相处的人 唐大哥也从来没有和人争吵过 所以如果是报复的话 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就这样 本就不大的村子瞬间传遍了 唐家老太太尸体不翼而飞的消息 因为都是乡里相亲 唐大哥家有难 大家都愿意帮一把 于是所有人都聚在一起 开始了商量对策 就在这时 一个村民却说出了一个线索 就在前两天 自己因为有事 就大半夜才回村 可就在买老太太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人影 他一直徘徊了很久 当时还以为是守灵的人 所以这位村民也没有在意 于是就回家了 现在想起来 对方有可能就不是唐家的人 而最后 这个神秘人 好像去了村子后面的邓家山 听到这个消息 唐大哥坐不住了 直接叫上亲朋好友 去邓家山寻找线索 而这一去 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八旬老人下葬后 尸体离奇消失 连续七天托梦向儿子求救 老人的尸体究竟去了哪里 难道死人复活的传说是真的吗 在根据线索来到邓家山后 唐大哥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在山上有很多车轮的印记 众人沿着车轮的印记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土堆旁 而土堆也非常的显眼 被一个棚布盖着 唐大哥大着胆子掀开棚布 竟然发现下面是一个木板 将木板移开后 一具尸体就静静地躺在土坑下 正是唐家老太太的尸体 看到老人的尸体 唐大哥一下就崩溃了 自己老母亲的尸体 竟然被歹人偷到了这里 实在是罪大恶极 在平复心情后 唐大哥便打算下去 将母亲的尸体抱出来 但就在搬运老人遗体的时候 唐大哥却突然发现 在母亲的尸体下 竟然还有一具尸体 这顿时把唐大哥吓了一跳 在消息传开以后 很快便有人认出了 另一个尸体的来历 这正是半年前 杨家老太的尸体 但当时杨家老太明明 是埋在他们自家祖坟里 那么会离奇地 跑到这荒山野岭呢 看来 这个偷窃尸体的人 还是一个惯犯 于是村民赶快报了警 警方在赶到现场后 很快就在附近 又发现了三具 早已腐烂的尸骨 看样子 也是被人运送到这里的 不过由于尸骨早就腐烂 村里人也认不出 这究竟是谁的亲人 此时 杨家人也挖开了 他们母亲的坟墓 开关之后 果然空空如也 目前为止 连带唐大哥的母亲 已经发现了五具尸体 而警方很快就发现了 嫌疑人的踪迹 那人竟然是一个流浪汉 而且还带有 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种种迹象表明 他就是偷尸体的人 但由于精神有问题 警方也问不出有用线索 只能将其带去医院进行治疗 而村里也恢复了正常 这下 唐大哥总算将自己母亲 完完整整的安葬了下去